好 一起来看一个小学必考题 这也是最近在平台上啊 大家一直在问的 所以是一个注水问题 是吧 咱们一起来读一读题 说有一个水池 如果把它注满水啊 只需要两个小时 但是如果你要是放水 一直往下放水 我们需要四个小时 哦 需要四个小时 他问了 说现在啊 这管理员有点清闲 对吧 他又开始注着水 底下还在给他放着水 哎 有进也有出 然后问你了 说这个情况下 把这个水池注满 又需要多少小时 要这个注水问题啊 首先第一件事 把这个水池里的水设为单位一 我们知道进水 整个注水的时候 一共需要两小时 那我现在问了 你每个小时 住进去这个池子的多少呀 不就是二分之一吗 然后我们又说了 我把这一整个池子的水 都放出去 一共需要四小时 你每小时放多少呀 每小时放 四分之一 非常好 哎 我前面啊 进来二分之一 这是多二分之一 放出去用什么法 减转 所以再减去四分之一 这个量就是每一个小时 一共能进多少水 二分之一减四分之一 每个小时 进四分之一的水 我们总共的这个工程量是一 我用总共的工程量 除以我们的工作效率 一除以四分之一 总共的工程 除以我们的工效 得到的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 这就是注水问题 你学会了吗 所以说我们的工程量是一% 证据中 however 直接找不到 我们的工程度 我们看到他们的工程度 我们的工程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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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对我们的工程度 而我们的工程度 我们的工程度 我们的工程度 ult规计量 知道嗎